大家好,我是Steven,中国大叔在越南。 今天我们来到了越南守护河内的环境湖边。 这里一个非常不错的华人餐厅,名字叫汪汪餐厅,也叫汪汪饭店。 要叫米饭,不要叫白饭。 对,这样讲的全一点,不然的话,汉语博大精深的。 OK,然后今天我们到这里来玩的。 这里是越南的话,周六周天,他都有这个散步日,我们叫。 然后今天我们带几个学生到这里来体验一下中华美食。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中华美食呢,对越南人来感觉怎么样。 然后我们来访问一下。 今天我们点了几个四个,比较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公报鸡丁。 小鸡丁,烧大厂,红烧大厂。 然后这个是什么丝? 粉丝炒肉末,然后这个蛤蜊子蛋。 蛤蜊在哪里,没有看到蛤蜊?全是蛋。 这里面蛤蜊子呢 油在下面 这个是蛤蜊 可以品尝一下 拿的是公筷 可没有 然后用自己私人的筷子 先尝一下 品尝一下 对 会有这么少 怎么样味道 好吃 以前吃过这个菜吗 还没吃过 第一次吃的 第一次吃 这个是鸡蛋和蛤蜊 海鲜的一种 然后放在一起蒸的 味道怎么样 怎么样 好吃 好吃啊 OK 那你再尝一下这个来 这个菜 这个 对 粉丝炒肉末 品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咸不咸 咸不咸 不咸 不行 那淡不淡 也不淡 香不香 好吃的 好吃的 OK OK好 那你再尝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叫川菜里面的公报鸡丁 记住了 川菜 懂了吗 公报鸡丁 我说它是川菜 懂吗 川 川菜呢 就是四川的简称 对 对 我们叫川菜 这是四川菜的意思 那公报鸡丁就是四川菜里面比较常见的 好 怎么样 再尝一口 看看味道怎么样 怎么样 好处的 我比较喜欢这个 比较喜欢这个 ok 那再尝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们叫的 红烧大肠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咸的 比较咸的 因为中国人吃的比较重 但是比较重 口味比较重一点 可能南方人的口味还比较清淡一点 这个比较咸了是吧 咸了经常 以后熟悉你的人他会做的比较淡一点 适合你的口味 ok 那这是一般的 这是比较常见的 常见的中华美食 菜品都有这些 那你还有看到可以是烤鱼啊 烤鱼 对 还有这个烤鸭啊 烤鸡啊 烤鸡啊等等 太多了 不过这里是 这是安徽人开的 我们叫这个 怎么讲 叫灰菜 中国的有四大菜系 有八大菜系 太多了 就是种类特别多 光吃的话 不算这些菜系 光算那些吃的面食 面食就一百多种 光面食它有分四大明面 四川淡淡面 武汉热干面 还有呢 山西刀削面 北京炸酱面 那光面都有四种了 除了这四种之外 特别有名的 还有很多很多种了 油锅面了 淡淡面了 裤袋面了 灯狗太多 扫子面 太多太多了 OK 我们先开始吧 你以前喝过这个没有 我也是第一次 中国的有名的 叫什么 明茶王老吉 感觉怎么样味道 甜甜的 甜甜的 比较好喝的 这个在中国非常流行的 是所有的餐厅饭店 大小饭店都必备的 有的甚至旅馆的冰箱里面都准备 那这个加多保良茶 他在2008年 中国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 他的老板捐出了一亿人民币 一亿人民币知道吗 对 给这个灾区的人民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良心企业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良心企业 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吃吧 OK 开吃 开吃吧 好 嗯 怎么样 嗯 好 我最喜欢这个菜 嗯 公报基地 嗯 但是 嗯 好像中国的口味比我们 咸吧 哦 所以我觉得 这个菜 啊 我吃的 比较咸的 比较咸是吧 是的 哦 但是 啊 总的来说 比较适合我的口味 所以我希望有了更多中国餐厅 所以 啊 如果我出门啊 就可以吃了 嗯 那如果你的朋友 嗯 过生日 或者是军会啊 你会介绍他们来中国餐厅品尝吗 好的 有机会我会请他们啊 啊 在中国餐厅 过生日吧 嗯 嗯 让他们体验一下 中国餐厅 OK OK 好的 非常感谢 嗯